今天是 大家好 今天是年三十啊 狗年 中国那边已经敲钟了 我们这边还刚刚十九点还不到 好不容易等到了我说的地底下有水下了一层雨 然后这种夜景啊 给大家 看一看 然后咱们再进去 真真的是冰冻美人 呵呵 哎呀 刚才看了看大陆这个春晚 实在是 就那个 抢着 冯拱眼的那个 抢着对师的那个 有一点传统文化的影子 其他的全都是 全国山河一片红 斜挡红 这个红在这个 全球的美术创作里头 这是点缀作用 只能是一片其他颜色 中间一个小红花 中间一个啥啥啥 你看印度也是 反正哪都是 都是点一下 点一下 不能一片红 这是搞的什么呀 真的是潮中无人了 没有审美观点 没有马尔烈丝的红 我们中国人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就没法活了吗 就没法再展示了 哎呀 这个 等了好久就下头亮晶晶的这种水感 哦 太好了 这一张 而且你们白天也看到了 正好是一个 街道的 120度的 转弯的地方 就是这种地方 你站在这个角度上拍 不管是游行队伍也好 还是什么 呃 拍一个群体的那种 呃 场面也好 就是在十字路口才能拍到整个那个那个群 群众场面哈 呃 就是 呵呵 你要说让我说实话 今天第一印象就 本来我想每个节目都跟着一下 大家都这样 呃 每一个我都记性的都评他一下 后来我 坐着坐着 自己就睡着了 你说那节目能让我睡着 你你就想想 呵呵呵 多美劲 多耽误时间 多浅显 就冯拱那个还有异地啊 意思刚沾一点边 以为下头还有多少 呃 传统文化的内容呢 结果也没见到有 但是我发现好像写党的歌没了 除了李古一最后 压轴戏 反正已经唱不出来了哈 就是 我带上去看有那个 一二零一六年的采访 非常 不是美声唱法 就是说的意思 呃 谁啊 这个 江敏和这个关桂敏都是后来改成美声唱法 他们原来也是民族唱法 呃 他们原来也不是美声唱法 呃 他们原来也不是美声唱法 你看天歌那个 鼓掌好 就鼓它再上来 每年在欧洲这个巡回团 感觉都是这样 哎呀 在后面这个景我看的都美 呃 从手机往外看的 这个如果自己在现场看 这边还有闪射街道吗 那边也有闪射 这个今天这个是雨水不是下的很多 再下多点就亮起来了 地上 你看在这 已经体现出来了 好 咱们进去吧 哎 冰冻美人 太冷了 这刚刚过十九点哈 我老公又把那个 日期又给弄到明天了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所以十九点以后我拍的所有的自媒体 大家都得注意 呵呵 都是明天的日子 今天是十五号 二月份 February 2018 2018 十五号哈 明天是十六号 好 这是我们家厨房 好 咱们就是轻松话题哈 轻松话题 这个是姑姑鸟哈 羊姑姑鸟 这德语叫啥呢 叫 Fesalice 然后哪里来的呢 Columbin 可lum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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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lumbi啊 可lumbi啊 那边来的 我看 这个是姑姑鸟哈 她是本身不减肥 我看姑姑鸟茶呀 她是本身不减肥 我看姑姑鸟茶呀 她是本身不减肥 如果要吃就可以嘛 那个是去掉咖啡因的咖啡 那就可以吃嘛 然后呢 说美容 止咳 消炎 解毒 这是夏天嘛 夏天 只要夏天生长的东西肯定都是消炎解毒的 她就说孕过不能吃 有这个把孩子一个 影响孩子生长 还是把孩子倒掉的那个可能 所以注意了 然后我今天还想说啥呢 我印象最深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就是 好像 这个晚会的主办者 已经注意到了 不要有很多的红歌 这个是注意到的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寂寞 不过也没有刻意像媒体那样去说习近平啥啥啥啥 习思讲啥啥啥啥 也就是强调了几次主持人 围绕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 好像没说党中央 就是围绕在以习近平为首的 反正伟大的祖国面前 好像是那个意思 就给人感觉稍微有点改动 也没过 这可能是习近平本人嘱咐了的 你无论怎么看还是能看出来嘱咐了的 就是不要不要吹得过头了 让大家让我被骂名啊 能看出来 还有几个独唱演员 二男女生一起唱的那个 民族唱榜吧 有两次出现 我仔细看了看 绝对是假唱 我搞过好几年 声乐大赛帮他们 新唐人找选手 那个每一步我们都跟进的 那个真唱和假唱 他这个最关键最要嗓子 会最要抚腔吐气的时候 他这里连动都不动 这也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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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那个说悄悄话似的 嘴在那巴哒巴哒的跟着词手 你绝对是假唱 一假唱就没意思了 人家听的就是你真唱 越乱的时候你能越唱出来 那才是真水平 到哪脱口而出就是最亮的 豪华的嗓子 甭管是民族唱吧 或者美声唱吧 都是这样 我也没看到封城大脸 前头好像有那么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我没有感受 开始也没想看 主要是有一朋友告诉我 他们那边好像用微信往那边 大陆那边发这个新唐人 全球华人新年联邦网会的信息 你讲的不亦乐乎呢 我就想上去看一下啊 没准这个YouTube上有 YouTube上 这个新唐人的没有 但是YouTube上 却有这个 CCTV的这个 现场直播 好了我就看了一下 因为我要评论嘛 要看看习近平掌握百分之八十 或者六十大权以后 这个新年晚会是什么样的 央视的 看了看还是一片红 还是老一套 就像那个大蛇已死 大虫已死 百毒不僵似的 他一下改还是改不过来 毕竟是 你想李古一从四十多岁演到七十多岁 都多少年了 你看那人 哎呀就是印象最深的吧 我谈谈 李古一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了 他代表的春晚的第一次 第一次的压轴戏 那么也代表了每一年的压轴戏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一唱起来 你习近平也好 老孩子是这个 我这种年龄的人也好 他马上想起来好多那个往事并不如烟的回忆 所以他压轴还是有意思的 比那些主持人老不下去 遭大家吐槽 比那个是好 他有一个代表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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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这几个主持人 还有几个演小品的 还有几个 唱 就是每人唱一句的那种 唱名歌 流行歌曲 我发现 实在是 那几个女的化妆实在是太难看 还不如像我这样 就是树妆 树妆去洗个澡回来 肌肉都是放开的 多好 这个比化妆不是好多了吗 一切都是纯天然的 圆妆 他那个 几个主要的女主持人 哎呀 其实原来前几年都是平头 男的都是平头 就北京男孩特有的那种平头 现在都搞得 非常难的鼓起来 那么一大包 然后再哒哒哒 不好看 就给人感觉特别 做做 其实男人就是平头 干干净净的 特别好 那个女人呢 就是树妆 像这个方华这样 全都是树妆 最好 不要搞那个 不要搞那个那个 哎呀 你看这个今天晚上这几个女的主持人 但是 简直是 就给人感觉是 没画好啊 还是画完了哭来的 反正就是 画的乱乱的 就给人乱 乱的感觉 脸呢 画的乱 好像不会化妆了 画完了以后哭了 咋的 其实人本来挺美 哎 树妆是最美的 看着也舒服 他非要画的跟那个熊猫似的 其实没有必要 哎 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什么印象最深的 还有那个 这个 什么舞来的 那个舞叫什么舞来的 就是现在中国特别流行 从我离开大陆 就刚刚开始 然后 就像那个机器人 断了线似的 木偶 断了线似的 霹雳舞 哎呀 对霹雳舞 哎呀 还是看看传统文化的神韵的这个舞蹈吧 那才是中国人人的舞 神留给人的文化 就是那样的 要表现存善存美 你霹雳舞 跳了几个 还有几个独唱后面的半唱 半舞 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还有那个 好不容易没有红颜色的服装了 来了一群女的舞蹈演员 跳什么 就是让人家看她的脚 看她的绣花鞋 然后看所有的舞步都是展示膝盖以下 哎这个这个 你这到底是想表示什么呢 传统文化的仁义理智性 你纯善纯美 原来 人类多么 和 平和 祥和 生养 这个 南庚女座生养 这个 做西啊 反正是 都是 都是 纯善纯美 全善全美 真善真美 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时候 原来的人类是什么样的 69年前以前的人类是什么样的 1921年以前的人类是什么样的 然后巴黎公社以前的 二百多年前的 没有马恩社劣势理论之前的 那个人类是什么样的 展现一下那个 这个搞搞搞 哎呀不知道要展现什么 人嘛 女演员 女舞蹈演员 一个节目上来 一定要二十几个人展现的是 呃 身段 和 阴柔 和 平和 女子 男子要表现阳刚 女子要 表现这个 阴柔 委婉 善啊 柔和啊 人类 人类如 人意理自信如是道 他都是 像台湾那样 轻轻的说话 为什么要整 这又不是大陆 哈哈 有一次 讲真像 那个大陆的那个 代表团的人 有一次在柏林 态度不是很好 两个台湾的人 好像是那个大陆的人说 走开走开 好像就不要到他的那个 好像是文化节嘛 不要到他的柜台那 后来两个台湾人 为什么要走 这又不是大陆 哈哈 我想我们大陆的来的学员 绝对不会说这种话 哈哈 怎么也得是迎着上哈 你要是说去去去 走远点 那么我就得 也得说一个对应的什么 能够表达我 居高临下的那种 不是弱的那种那种话 哈哈 不是这样 二十多岁 来两个帮忙的 为什么要走 这又不是大陆 哈哈 虽然是两个半句话 但是你就能听出来 大陆绝对 当人家赶紧走 枪枪枪枪枪 对你不尊重的时候 你绝对说不出来这种话 就是笑笑笑笑笑的 就是说这个意思哈 我就看今天这个 好不容易有一群不穿红衣服的人 出来跳舞了 结果还还还 他这个女舞蹈演员就是要看 腰和这个躯干和这个上半身的动作 还有臀部啊 然后到脚的动作 他把这段全都给用一个大板子挡上了 就让观众看他们这以上的动作 然后再看他们的膝盖以下的脚怎么动 整个舞蹈不知道要表达什么 好像他这个舞蹈的创意是想让大家看 这个鞋底子 绣的那个花好像是 全国的奥林匹克艺术界的奥林匹克会 这不是原来一直都有这个老话吗 居然就光是演鞋底子那个花 还能那么多人出来跳 什么时候演这个不行啊 搞个专题节目自己介绍一下都行 这种场合就是要表现大气 哎呀 倒是感觉有的时候也是模仿了吧 模仿了一下神韵的天幕 好几次能看出来 不断的在模仿 但是模仿的不像 没有展示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内涵 这是肯定的没有展示出来 那个女主持人总是 那个脸就像抹花了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是眼睛不是眼睛 然后这里这里这里都是 反正不是 就给人感觉很老的一个人上来了 那几个人都是给人感觉很老的一个人上来了 没画好 我就是这感觉 总是不是很舒服 就找几个学生 就是这个这个芳华那种 纯天然的美怎么不可以的 干嘛非要这样 假唱假唱 什么都要搞山寨 可能就容易什么都是假 再加上央视这些人的名声也不好 你出来脸像不是很 祥和 人与理智性的面相 那么 不是很善的面相 人家就会想 咦 是不是 还是那波人那波背景 只不过换了个领导而已 他们的职业超手 道德超手 是不是还是原来那样 要不然怎么一个一个看的 不是面相很散 很祥和 总的颜色就是红 即便是喜庆日子 蓝色黄色绿色白色 都可以表现红嘛 一个 就是 我爱你中国 那个是 这个 美声唱法 出来了 十个还是八个演员 其中有四个是女的 十个演员 五个男的五个女的 其中有四个穿的 还是三个穿的 又是红裙子 其实你搭开 一个是蚝合色 一个是黄色 一个是橘黄色 一个是蓝色 一个是白色 这样搭开 然后跟男的那五个西装 黑的 搭配开多好 非要搞的 中间五个 五个女的 加在五个男的中间 你这样每人唱一句 可爱的中国 那么里头还三个女的 声乐演员是 都是红裙子 我的老天 一个红就行了 或者是白裙子 红裙子 然后中间有一朵花是红的 红的只能做点缀 不能做主色 这个一定要搞懂 搞懂 搞懂就是哪 懂什么传统文化 跟天跟地也得弄一块 第二 邪党红啊 就是他靠春晚 我看有一个好像天目开了的人 写的文章吧 就是靠春晚 让全国人民给他力量 雪嘛 雪是四血如命的邪灵 他靠这个写党 统治这个大地 现在没劲了嘛 要靠写党红来给他拖 轰托 这个空间咱们都看不到 也感觉不到 另外空间有缩头 他是要靠这个 获得能量 然后大家给他鼓掌 大家笑 捧场 然后 这西大家雪 这个空间看不到 咱们这些 凡人凡胎的 你哪有孙悟空 那三千年才修出那么一个猴子 那是火眼金睛 他取天地之精华 熄出来了 所以 看不到 但是有天目开的人 有啊 看到了 江泽民 2000年 九月份 那个祖元神就已经 行身全灭了 下无声地狱 无声之门 然后 曾庆红是 螃蟹转生 那个谁是蛤蟆 江泽民是蛤蟆转生 所以 那都是妖魔鬼怪呀 你国家领导人 二十九年来都是妖魔鬼怪 你就想现在站在舞台上呢 能走到那个位子 能拿到春晚那个位子的人 有几个人 有几个是人 就不知道了 反正 看着 不舒服 有几个女的 男的嘛 也有几个 看样子 影视明星不屑于来这里啊 就来了个王凯和洋洋 好像原来不是有说法 要谁谁谁来 人家就不来嘛 不来倒对了 他 明星效应 无论从精神也好 气务上也好 根本不靠这一个晚上 只有一个晚上 不来还好 来了还到容易被人吐槽 给邪党添能量呢 然后人家骂邪党的时候 就把你跟着一块骂 对吧 反正高超的技巧 在相声方面也没怎么显示出来 捧根了 斗根了 就有一个地方还勉强 还有点值得笑 后来又 那个笑料又没了 就是太假嘛 太假 不是为人民的 然后又怕自己被突然摘了 乌纱帽 所以他们的创作都不是由衷的 不是由衷的 他们的笑 言行也就是 是 受遥控的 这样都不会展示出真东西的 好 暂时点评到这 咱们到 呃 网上再看两眼 看看有什么值得点评的 红豆 大家就是 抓紧时间去看真正的传统文化吧 这个有内涵 看完之后还有 回想思考的这个耐人寻味的东西 你看今天呢 几个小时 你觉得哪个剧 耐人寻味啊 就中央电视台的那个 自己问一问吧 自己问一问自己吧 哈哈 尤其是中央电视台这些 主管这个节目筛选的人 你们自己看一看 看看 这个是神韵艺术团 五千年来神传文化在中国 一彩流光 近代以来 这以人类的瑰宝挤进思路 通过动人心魄的音乐与舞蹈 神韵令神传文化在线辉煌 新唐人电视台将对海外播出神韵艺术团 2017年演出 对中国大陆播出的是神韵艺术团 2018年演出 播出时间如下 美东美西欧洲大陆频道啊 2015年周四 北京时间20点 2015 2018年2月15日 刚才说错了 2018年2月15日周四 现在已经过了 大陆已经过了 嗯 啊